在過去一段頗長的時間裏面 港鐵在不同的車站都受到很多示意的攻擊 對它的工作人員是作出漫麻 用粗言慰意去照顧 甚至在這個車站裏面造成非常嚴重的破壞 就正如昨晚在葵方站一樣 造成的破壞是引致出口A和D要停止運作 亦都對當區的市民今早上班的時候造成不便 它要擾導其他的進出口去承搭港鐵 亦都因爲這樣的影響 亦都對市民、對它的員工和乘客 造成人身安全的威脅 港鐵公司正在處理禁制令的工作